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认识智能物流的总体架构 主要分为四层 第一层为基础设施层 基础设施层主要包括网络通信设施 负责网络安全、企业信用认证和数字身份认证 第二层为技术标准层 主要负责分类编码和共享协议 搭建电子数据交换中心和创新结算支付方式 第三层为支持系统层 主要由海关电子口岸系统 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 道路交通保障系统和智能交通系统等 第四层为应用服务层 主要由短信业务服务系统 电子商务服务系统 物流决策与协调系统 和车辆定位监控系统等 对应于物联网的三层体系结构 即感知层、网络层、应用层 智能物流的基础设施层、技术标准层和支持系统层 相当于物联网的感知层和网络层 其应用服务层相当于物联网的应用层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每一层的功能 首先,基础设施层的完善 是智能物流发展的前提 包括对物流设施 如仓储、线路和站台等的管理 对物流设备 如各种运输工具、自动分解机 和自动引导搬运车等的管理 对网络的维护 如网络设备管理、操作系统维护和病毒防范等 技术标准层是智能物流广泛应用的必要条件 包括网上支付 如网民、支付宝和微信等支付方式 对物流资源的管理 如仓储、人力、运力等资源管理 电子数据交换中心 方便环保、交管和税务等政府职能部门 进行数据交换 支持系统层是智能物流发展和应用的基石 智能交通系统是智能物流系统的基础 其主要是为智能物流提供定位 应急通信调整、防盗和信息等服务 具有先进的导航系统、交通管理优化系统 公共交通辅助系统、紧急车辆辅助系统 行人引道辅助系统、货车营运管理系统 高速公路管理系统、安全驾驶辅助系统和电子收费系统等 车辆调度系统是智能物流的核心 实现及时、准确、全面地掌握运输车辆信息 整体提高智能物流的信息化水平 数字数据网专线将信息传输给路由器 路由器将信息转发给GPRS网关和短消息服务中心 GPRS网关将信息通过GPRS网络传输给GPRS基站 从而对车辆进行调度 短消息服务中心将信息传输给无线交换机 无线交换机将信息传输给各个GPRS基站 调度不同地方的车辆 应用服务层是智能物流面向用户、企业或者政府的重要接口 是其应用的具体体现 主要有综合信息服务系统 实现信息发布如货运、仓储和政府相关政策等信息 信息查询 为企业、用户和政府部门提供物流信息的查询服务 在线服务 提供在线物流咨询、在线调查和行业分析等服务 车辆定位监控系统 借助GPS、GIS、GPRS技术、网络技术、数据挖掘技术和可视化技术 对车辆提供定位监控服务和查看分析车辆运行情况 物流决策与协调系统能够对物流营运过程中各环节的物流信息 进行各种口径的统计与分析 实现作业过程中异常情况的处理 课程的最后 大家思考一下这两个问题 好了 本次课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